好 继续来看台湾这次非常难得争取到的国际盛会 就是从今天开始在台东举行的全世界原住民族广电大会 整个国家的原住民媒体将透过会议 营展还有部落的体验 分享媒体经营的经验 还有各国的原住民文化 而今天在台湾台东的悲难族头目就先为大会来祈福 悲难族头目花口准备了槟榔 米酒和食物 用传统的祭典仪式向祖林报告 全世界原住民族广电大会要在台东盛大举行 祈求祖林能够保佑大会顺利进行 加拿大原住民电视台率先其他各国媒体 抢先采访了悲难族的祈福仪式 哈股头目告诉他原住民都是一家人 让他印象深刻 这场全世界原住民族广电大会 包括台湾 加拿大 澳洲等 有九个国家的原住民媒体参加 将透过会议 营展和部落体验 分享各国原住民族媒体经营的经验和文化 台湾这次能够取得这场国际性原住民会议的主办权 是我国原住民和国际接轨非常宝贵的一次经验 我们是希望整个原住民的国家里面都能够了解到 在台湾还有很丰盛的传统的文化 下午各国原住民族广电媒体代表抵达台东 分组进行节目和新闻制作的经验分享 这场国际原住民媒体宣会将在台东一连举行四天 记者张明哲 台东报导